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才不想见你这样的女人 你拐着弯骂我 不要走 你回来 有空赌粮吧 富贵又融化 没空赌粮吧 赢得林青霞 你要是吓跑他 我们就完了 我是不会让他走的 光靠我们是不行的 三步 我们需要向导 你得支持我 大家看到很多非常熟悉的影视明星 都是由江老师来配音的 下次来说一说江老师都给哪些大咖明星配过音 哎呦 那太多 这么多呀 手信书郭德纲老师 他没给配过 有一个秘密可能大伙不知道 就是说我们这位老师呢 有内地配音第一小声的称号 哦 这个是虚名 虚名 今天这几位你也都知道 都是说向上的孩子们 他们其实美人的声音都有特点 今天你来了 配音你是专家 你出题 你让他们来模仿一下 那就模仿一下这个老太太吧 我们稍微年纪大了 七十来岁 七十来岁 没事啊 出去留个味儿去 我们邻居啊 也都是闲着的老徒老太太 一块儿打个麻将啊 别赢我钱就行 之前拍了一戏叫三小之才子佳人 今天来到现场了 一块儿玩一玩 你给我们这戏重新配回音吧 这啊 好吧 我们接下来请江广涛 和我们的大脑袋一起来 为三小才子佳人的片段配音 开始 啊 疼啊 哎呀怎么搞的 就不小心 哎快起来快起来 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哎呀 高高兴兴上班来 平平安安回家去 知道吗 哎 预防犯罪做得好 社会安宁才能好 宁庭三分不抢一秒啊 哎 举手投足做环保 青山绿水 一旧好 司机一滴酒 亲人两行累啊 一招被蛇咬 处处闻蹄鸟 请 请 站住 唐伯狐 我杀了你 哼 生而何欢 死而何惧 动手吧 佛祖会原谅我吧 我会通知他的 也别说 也别说 马上就不一样的风格了啊 过去我们谈到配音 经常说 国外的进口的电影 需要配音 是吧 意义之片 但是我们国内的影视剧呢 它也需要配音 是的 好多人不明白 你都说中国话干嘛还配音呢 你给他们讲一讲 是这样的 影视剧当中呢 由于拍摄环境啊 有的时候比较嘈杂 收到的这个声音啊 到后期的时候 他并不能够完 这指标不够 所以我们由于这种关系 经常需要配音 嗯 这个给公 冯少峰是吧 是的 配音导演和我们现场的导演 是有区别的 好多人不明白 以为导演都是一回事了 你来讲一讲 配音导演主要做什么工作 其实简洁明了一句话 普通影视剧的导演呢 他是要hold住整个拍摄现场 我们配音导演 只要hold住我们这个配音的现场 就OK了 就是这样的 哎 嗯 你看今天我们现场 也有这么五位主持人啊 你觉得他们分别 应什么活比较合适呢 比如说小四 啊 你好 我叫小四曹贺阳 嗯 曹贺阳是他的名字 小四是他的昵称 哦 嗯 这个配很多角色都OK啊 比如说尤其是 比如说我们老北京的戏啊 戏里边有个什么 小伙计啊 什么呀 都可以 我怎么还是伙计 啊 烧饼 大家好我叫烧饼 我师父郭德纲 谁敢欺负我 哎 这个配一个卖烧饼的 完全没有问题啊 哈哈哈 我说 郭麒麟你说一句话 那好我叫郭麒麟 嗯 我怕是他纲 哎呀 哎呀 什么用 这个就可以配点什么 部落 你都会配音 你就出去软货就行了 配点什么部落的王子啊 什么 你看到他这儿部落王子 我们这儿小张要换你 你听说话 部落的王子 部落的 大唐王子 大清八个有性格 部落 不定哪个村里 竖一个 村长的儿子 无比列 连酋长都不换 来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配一个 就是像老大 老大旁边的跟班 大儿子 你觉得他怎么样 其实他的声音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大脑袋 大家好我叫颜赫祥 大脑 我觉得也可以适合 郭嘉年如果拍一个戏的话 咱们打破 郭嘉年 火去后拙